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胡椒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椒网校意大利语A2的课程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讲第11单元 比我们完成最后的课程就很快了 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 好,那我们上一堂课主要讲了一个 条件诗现在诗用在表达个人观点看法 以及提出假设时候的一个详细的用法 并且我们也讲了说 在表达观点的时候 条件诗现在诗和直称诗现在诗之间的一个区别 那直称诗现在诗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一个动作的确定性,对吧 那么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百分之百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用直称诗 而我们用条件诗现在诗呢 来表示一个动作或者一个事件的一个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也就是可能性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通过五个练习题来复习一下 条件诗呢 用来表达个人观点 或者说提出假设这样的一个用法 好,那第一句话我们来看 Mario e Chiara 然后括号给出的动词是Dovere essere 然后呢,Ja y montaña 我们说Mario和Chiara呢 他们应该已经在山上了 这个呢是表示一种推测,对吧 因为他们不确定嘛 没有见到本人 所以这边Dovere essere 这样的一个动词搭配呢 我们要用到一个条件诗的现在诗 那么我们只要对这个形态动词Dovere 来做一个条件诗 现在诗变为就好了 反正呢,是Dovere后面的动词 我们一律是用什么 动词原型嘛 所以essere我们保留,不管 好,我们来看这边主语是谁 Mario e Chiara 所以是一个第三人圈附属 那第三人圈附属 我们Dovere怎么变为啊 变成Dovere vero 好,那么我们连起来 Mario e Chiara Dovere vero essere già in montaña 那翻成中文就是说 Mario和Chiara这两个人呢 应该已经在山上了 好,应该怎么怎么样 表达的一种推测 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Secondo,La Stampa Lo Scandalo 什么什么给出的动词是 Coninvolgere Anche Due Ministries 好,我们这边有一个 Secondo,La Stampa La Stampa呢,是意大利的一份报纸 叫做新闻报 那这边呢,是想说 根据这个 La Stampa这个报纸的一个报道呢 这个丑闻呢,还涉及到啊 两位部长级的人物啊 这边 Los Scandalo是丑闻的意思 那我们再说 这个明星的绯闻的时候啊 也可以用什么 Los Scandalo这个词啊 接着后面呢,出现了一个词叫做 Ministro 那这边用的是副术啊 Ministri Ministro呢,就是部长的意思 那这边的动词呢,是 Coninvolgere 涉及到 牵扯到 牵涉到 就相当于英语的 Involve 好,这边呢 我们说啊 我们只要把这个动词怎么样 按照一个 条件是现在式的编位 因为说 根据这个报纸报道 这个报纸可能也是一个推断 或者说根据某个小刀消息 因为毕竟这个丑闻没有被证实嘛 没有被证实就是一种推测啊 那这边 Coninvolgere呢 我们要用条件是现在式的编位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Coninvolgere第二组 那么这个动词应该是一个什么 规则动词 因为我们在讲不规则的时候 没有讲到这个动词嘛 虽然我们看着有点复杂 或者不认识的 但是它是一个规则动词 第二组动词 那么 Loscandalo第三人称单数 我们怎么变啊 去到词尾的 R加上什么 RB 所以呢 Secundo la stampa Loscandalo Coninvolgere Anche Due Ministri 那这边要注意的一点是 Loscandalo 这边的一个重音呢 是在倒数第三个音节上啊 并且啊 我这边的一个定冠词是用Los 因为为什么 Scandalo是一个阳性单数名词 并且是以SE加上辅音开头 所以呢 我们这边要用Los 好 我们在讲这些新的内容同时呢 也要把老的知识一起巩固复习一下 好 那么共和国的总统或者主席也都可以啊 Tornare 回来 怎么样 Stasera 今天晚上 那么说 共和国的总统呢 可能今天晚上回来 是吧 这是一种推测嘛 因为不确定 他还没有回来 那总统回不回来 我们肯定是不得而知 我们又不是他身边的人 那么呢 这边呢 一定是需要用一个条件 是现在式来表示一种推测性 可能性啊 那么tornare 很简单 tornerebbe 对吧 因为主语是一个第三人权单数嘛 总统 所以呢 我们这边连起来啊 il presidente de la repubblica tornerebbe stasera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句啊 orrando dover avere ja la patente 那la patente是 驾照的意思 这边给出的是 dovere avere 意思就是说 应该有 好 那这句话我们想说的是 orrando呢 应该已经有夹照了 但是我不确定他有没有 那么 我表示一种推测啊 他可能有了 他应该有了 对吧 那么这边呢 我们要用一个条件是 现在式 主语第三人权单数 orrando 所以呢 dovere 变成 dorrebbe 好 连起来 orrando dovrebe avere ja la patente 最后一句话 来一起看 il film 给出的动词是 dorvere comincare da un momento alaltro da un momento alaltro 就随时随地啊 那么这边我们想说啊 电影是随时都可能开始嘛 对吧 那么这边给的动词是 dorvere comincare 那么我们就要按照 dorvere的第三人称 单数呢 来进行编维 主语因为是film 所以第三人称单数啊 dorrebbe comincare 对吧 好 我们连起来 il film dorrebbe comincare da un momento alaltro 好 那么练习呢 我们也做完了 通过这五个练习题啊 我们更加强调了一下 稳固了一下 是吗 条件是 现在时呢 它的一个用法啊 因为条件时呢 它就是强调的一种不确定性 一种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常常用来表示一种不确定的事情 或者说推测的可能已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啊 一直在讲条件时的现在时 但是呢条件时呢 它也有过去时 那条件时的过去时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尤其从它的变位来讲啊 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好像我们所有的一个复合时态的过去时一样 我们只需要把essere和avere 按照条件时的一个现在时来进行变位 然后呢 再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就可以了 那我们还是要再来复习一下essere和avere的一个条件时 现在时的变位 来 我们从essere开始 avremo voy avreste loro avrevero 好 那么我们既然essere和avere的条件时 现在时变位呢 已经有了 我们何愁不会来变条件时的过去时呢 对吧 那一点难度都没有啊 好 这边呢 再需要强调的一下呢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动词啊 什么时候用essere 什么时候用avere来做它的一个助动词啊 这一点相信在这里呢 我不需要做更多的一个讲解了 我只需要提一句话啊 大部分表示方向或者位移性的这样的一个动词是用essere做助动词 其他的呢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avere 虽然我们讲啊 所有的一个不级五动词都用essere 但是这个例外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 这边呢 老师就告诉大家 能够百分之百确定的 也就是说一些表示位移 表示方向性的这样的一些动词 比如说 来 去 进来 上去 下去 出去 回来 这样的一些动词啊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我们所有的自反代词 这一点一点另外都没有 只要是自反代词啊 所有的自反代词都是用essere来做助动词 啰嗦完了动词变位之后呢 我们就一起举个例子 来看看 看大家会不会来做 条件是过去式的一个变位 好 我们给大家一个动词是 vedere 看见 这个动词 好 vedere是用什么做助动词啊 avere 非常好 因为它是一个集物动词嘛 对吧 那我们来变一下 Io avere visto 记住了 vedere的过去分词 是一个不规则的 变成visto Io avere visto Tu avresti visto Noi avremmo visto Loro avremmo visto 那剩下的也不需要老师再讲了 大家一定都知道嘛 好 我们来再举一个例子 usire 出门 这个动词 Noi 怎么说 saremmo ushito 不对啊 因为用essire引导的话 我们要注意过去分词要会主意来进行配合 对吧 那都是Noi的 那我这边的词尾一定是一个表示复述的嘛 所以不可能是 ushito 我们只可能是什么 saremmo ushiti 或者呢 saremmo ushite 好 这边 Loro Loro saremmo ushiti 或者 do saresti ushita 要注意一个阴阳性的配合啊 因为是essire的作主动词 这一点千万要当心了 好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svelyarsi 好了 这是一个什么 自反动词啊 svelyarsi是 醒来的意思啊 那svelyare 单独使用 它的意思是 叫醒某人 svelyare guaguno 对吧 svelyarsi呢 就是自己叫醒自己 也就是 我早上睁眼了 醒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io 怎么样 mi sarei svelyato 我们这个字反代词 不要忘啊 变了位的字反代词 不要忘 它的位置是在 变位动词前面 也就是我这边的一个 sr的条件是 现在时的变位前面 mi sarei svelyato 或者 mi sarei svelyata 好 我们再来看 Laura si sarebbe svelyata 那Laura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嘛 所以这边只要变成 svelyata 就可以了 按照阴性的来变 Luga 好 Luga si sarebbe svelyato 那Luga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啊 不要看它是阿结尾啊 意大利当中有四个男性的名字 是以阿结尾的 我们一定要记住了 好 这边老师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一个是Luga 一个是Andrea 一个呢 是Mati 还有一个是Nikola 好 那么我们条件式过去式的变位 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接下去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条件式过去式 它怎么来使用啊 那么 讲到它什么来使用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个语境当中去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看一下对话里面 有哪些地方 我们出现了一个条件式的过去式 好 那么这段对话 仍旧是和我们最一开始的Simonne有关的 那么我们在做练习题的时候 是讲到说 Andrea和他的好朋友Sylvia呢 就这个门票的事情来进行了一次谈话 那么这边呢 我们来看看Simonne和他的好朋友Dario 他们会怎么样来谈论这件事情 通常男女朋友之间吵架 男生会找他的好基友 女生会找他的好闺蜜 去说对方的一些问题 对吧 那么这条准则呢 是全世界通用的 在意大利呢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这段小对话了 alla fine sei andato al concerto di ieri o no? 我会去的那里 什么事是发生了? 那么我诬明一下 我找到两个账战 我们会去 Angela和我 但她不过来 没有她的朋友 那是 她说她不会来到的 跟着你 没有 还比较 我还说她 她想想要去跟 Silvia 她做了吗? 不过来的 她说她们继续了 她说她们继续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个对话听完了啊 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讲一下这篇文章讲的什么内容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故事是怎样发展下去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找一找当中条件是过去时的一个用法 好 我们来看 首先 Dario说 al fine si han dado al concerto di ieri o no 那最后昨天晚上的音乐会你去了没去呢 Simone说 io ci sarei andato ma 好 这边出现了一个什么条件式的一个过去时 ci sarei andato 那这边老师告诉大家啊 它解释为我本来要去 好 那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去的吧 还有一个andare 那原来的这个语续呢是 io sarei andato al concerto 那这边andare al concerto里面的al concerto 这个地点状语呢 我们就用去来代替了啊 代替完了之后老规矩啊 代词是放在变位动词前面的 要移位嘛对吧 好 这边说我本来要去 但是怎么样 应该是没有去 他就无话可说了啊 那这样就停住了 Dario说 co se suceso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好我们Simone说了 alora di spiego 好那我就解释给你听 spegare a qualcuno 向某人解释 这边一个d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什么代词 啊 是间接兵语代词啊 这边呢 spegare 是解释的意思 avevo trovato due billete 我找到了两张票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用了一个什么实态啊 遇过去式 对吧 那遇过去式怎么使用啊 表示过去的过去 那么 为什么这里是用一个遇过去式呢 因为这个演唱会是在昨天举行的 而在昨天之前呢 我找到了一个门票 对吧 所以呢 我找到门票这件事情是 发生在昨天的过去 也就是过去的过去 那么我这边就要用一个遇过去式啊 遇过去式的一个结构 我们还记不记得 essere和avere的一个 未完成过去式的变位 加上过去分词 那这边trovare是一个集物动词 因此我们这边用avere来做它的主动词 好 avevo trovato due billete 我之前找到了两张门票 ci saremo andati Angela e Dio 好 这边又出现了一个什么 条件式的过去式 saremo andati 好 本来呢 是我和Angela要去的 主语是Angela e Dio 所以是第一人称的一个副数 saremo andati 好 他这边我们看 那个andati词位的 变成了一和主语来进行了一个配合啊 Angela和我呢 我们本来要去的 alei pero non andava divinire senza la sua amiga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一个结构啊 毕竟我们这边是口语啊 所以句子的结构并没有那么严谨 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很仔细的来看 这里呢andare的意思呢 是合适 适合的意思 那么andare a guarcu呢 也就是讲啊 使某人怎么样顺心啊 就说他朋友呢 没有去呢 会使Angela 他不是很顺心 所以这边用了一个 alei non andava 那这边alei是强调了说 会使Angela不顺心 而不是使别人不顺心 所以呢 我们把alei这个成分啊 单独拿出来 放到了句子的最左边 然后呢 用逗号隔开啊 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alei中读 是因为他 是这句话的一个重点啊 焦点所在 好 那么我们接着看 Dario说 choé adeto que non sarebbe venuta al concerto con te choé就是 也就是说啊 也就是讲呢 adeto 是谁adeto啊 注意是谁啊 Angela 非常好啊 Angela Angela adeto que non sarebbe venuta al concerto con te 也就是说 Angela说 她不跟你去 这个演唱会吗 好 这边也是用一个 sarebbe venuta 一个条件式的过去式啊 那这里呢 老师先不讲 为什么用条件式过去式 暂时先放一放 我们只需要知道说啊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可以了 在今天的这节课上 好 接着 no bejo ancora 没有 更糟 bejo就是一个 male的一个 比较级 就是指 更加不好 我们翻译成 更糟 mi ha detto que avrebbe preferito andarchi con Silvia 好 mi ha detto 就是说 她告诉我 dire qualcosa a qualcuno 这里的mi 是dire的一个间接边语 她告诉我呢 她更加倾向于 和Silvia 一起去啊 这边同样 arebbe preferito 是一个条件式过去式 我们接着看 era fato 这里一个 ele一撇呢 代替的是什么 她想跟Silvia 一起去 这件事情啊 这是一个 直接编语代词 好 我们接着看 nunso 我也不知道 Simone说 adeto que ci sarebbe 那她说呢 她们要一起去 之后呢 我们就再也没有讲话了 这里呢 sendirsi 用了第三人称 附属 我们在讲 自反动词的时候 我们说自反动词的 一个附属形式 我们可以表示 相互的概念 对吧 这边呢 就是一个相互的意义 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 怎么样 再也没有互相通电话 好 大家就说 e adesso 那么现在 你怎么办呢 你不想解决这个状况吗 解决问题的解决 这里呢 rompere这个词 在口语当中 使用的是 非常非常的频繁 它用来指 把一件事情搞糟 弄糟 那它原来的一个意思 是指打碎 弄碎 打破 这样的一个意思 rompere per un concerto 就是说 为了一场演唱会呢 而把两个人 弄得很不开心 怎么样 mi sembra exagerato 就是说 siembra exagerato a me 对我来说呢 似乎 听上去怎么样 很夸张 exagerato 夸张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 Simonet说 Io habré voluto llamarla 我呢 本来想要给他 打电话 quiamare qualcuno quiamare后面 带的是一个直接兵语带词 ma da l'altra parte 但是呢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mi sento anche ofeso ofeso呢 就是说 受到冒犯了 这边 mi sento sendirsi 感到 一个自反动词 接着 ben ai ragione 好吧 你讲的有道理 ma spiegami una cosa 好 这边 spiegami是一个什么 imperativo 是一个命令词 解释给我听一件事情 spiegare una cosa a qualcuno i billete dickfine anno fattu 那这个门票呢 他最后怎么样了 我们来看 simonne怎么说 这个门票的事情 这其实是 我们这堂课 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悬念 就是说 之前呢 Angela和Sylvia 讨论到最后 他们也是没有一个结果 文章当中呢 就是最开始的一篇 主要的课文当中呢 也没有给出我们一个结果 这边呢 Dario终于提到了这个问题 那simonne一定是最清楚 门票最后怎么样了 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simonne怎么说 Io li avrei tenuti e avrei invitatote 好 这边呢 li avrei tenuti 就是说 我本来要保留着他们 拿着他们 动词是tenere 一个集物动词 tenere qualcosa 那这边是tenere due billete 那么due billete 是一个直接兵语 我们用一个li 来代替这个第三人称 复序的直接兵语 然后呢 这边是因为 是一个复合时态 所以呢 我的一个过去分词的词位 所以要和前置的直接兵语 来进行一个性数配合 这边是一个li 一个阳性的复数 所以tenuto 变成tenuti 好 接着看 avrei invitatote 本来是要邀请你的 invitare 要邀请某人 这句话很长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这个结构 我们还原成一个动词原型 就是 向某人告知某事 那么某人 是一个建兵 那就像我了 这边我用了一个mi的 间接兵语代词来代替 放到动词变位前面去 之后呢 que引导的这一整句 都是兵语 直接兵语 那是一个兵语从句 那这个兵语从句里面呢 sarebbe andada al concerto con Silvia 主语是Angela 那他Angela呢 要和Silvia去看演唱会 好 这样我们把它分解成 一步一步来看的话 那么长一句句子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的 很到位啊 guando就是一个时间状语嘛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对吧 那当Angela告诉我 他要和Silvia 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然后呢 per l'arabia 出于愤怒啊 arabia就是愤怒气氛 li o dimenticati acazasua 动词原型 dimenticare 忘记啊 那我把这个门票怎么样 忘记在他家里了 忘记到Angela家里了 同样这边我们看 历史门票的一个 执兵代词代替的门票嘛 是一个附属 阳性附属 所以dimenticato这个 过去分词的词为怎么样 和阳性附属来进行的 一个信书配合 变成了一 好 最后呢 我们这个simon呢 还是做了一件 成人之美的 好事情啊 应该呢 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 成全了Angela的一个念想 和Silvia一起去看群星演唱会 那今天啊 我们就把课文暂时讲到这边 接下去呢 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啊 巩固复习一下 条件是过去式的一个 动词的形态 也就是变味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好 今天呢 我们讲完了一个条件是过去式的一个基本形态啊 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着重来强调一下条件是过去式的一个基本形态啊 是它的一些用法 以及条件是过去式和条件是现在式之间的一个差别 好 这边呢 老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啊 条件是现在式和过去式的变味要记牢 这样你们在学到B2的时候呢 会觉得条件式是相当相当有用的一个时代 因为呢 它能够帮助你来说很流利 并且特别是很标准的 很符合语法的意大利语 好 那么接下去呢 就来到我们今天的一国万花筒了 好 今天的一国万花筒呢 我们来听一首Rino Gaetano的歌曲啊 这首歌呢 其实在网上啊 它有很多的讨论 大家都猜不透 这首歌曲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含义 因为这首歌只有一句歌词 在最开始的时候 剩下的呢 全部是音乐 但是呢 在歌即将要尾声的时候呢 突然出现了人群谈话 说话的一个声音 所以呢 大家都会在猜测 在讨论说 那我们的Rino Gaetano 在这首歌当中 它到底给我们买下了 怎样的一个伏笔啊 众说风云 好 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这首歌 歌名叫做Fontana Guerra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清泉 那清澈的泉水嘛 对吧 好 Fontana Chiara un poco dolce un poco amara 歌名叫做Fontana Guerr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的歌听完了啊 那我们这唯一的一句歌词呢 那老师可以告诉大家 他是这样唱的 Fontana Chiara poco dolce poco amara 清澈的泉水 有一点点甜 有一点点苦 那令老师我啊 回忆起了一个某某山泉的广告 有点甜啊 当然了 同学们也可以发挥想象力 那这样的一句歌词 再配上如此清澈的一段音乐啊 就像泉水一样清澈的一段音乐 再加上结尾的一个人声鼎沸呢 大家也发挥一下想象力啊 看一看你们是如何理解这一首歌的 啊什么 我的理解啊 啊我的理解呢 其实很表面啊 因为他是这样唱的 有一点点甜 那也有一点苦 那甜呢 我们可以想象成清澈的泉水 就像这首歌曲的前半部分的音乐一样 清澈透明 但有一点苦呢 可能人生进来了 他难免会打破一个平衡 会打破一个宁静 所以呢 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点 并不是那么的甜美了 会有一点小遗憾在当中 所以他又会说有一点点苦啊 所以呢 美好的东西往往是具有两面性的 有好的一面 同时啊 也会有那么一个 不让人那么赏心悦目的方面啊 再解释下去就有点醒而上了 所以呢 我们就就此打住 好 那么同学们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想象力 自己的看法 就好比一千个人心目当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我们一千个人的心目中 有一千口清澈的泉水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课就上到这边 歌也就听到这边 下一档课 我们接着来聊意大利的音乐 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 ciao saddle我不跟 consumed nã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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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